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你已经觉得有些事情可以丢下 或者是不需要让他烦恼你的精神 亦或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看到了很多的不公不义 进而让你思考了很多事情 包括未来要在哪个领域努力等等 那么这样的心态会让金牛座的人 有的致力于改革 投入了一种当人家的领袖或导师的行列 你成为一个教导者 你成为启发别人的人 那另外一族呢 很可能就会关起门来 沉浸在自己思想的世界里 不希望别人干扰你 而你是哪一种呢 那当然新的一年 木星在幸运性方面呢 它会带给你恋爱的机会 表现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是入室的类型 那么相信有非常多 把你拱上台面 或者是邀请你发挥才华 而你本身也可能很有创作欲 或端出来的作品让人惊艳 那你自己本身 大家也从来没有看过如此高调的你 而对你感到万分欣赏 那这通常也会带来很好的恋爱运 包括你也有打扮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也的确很有企图心 然后会遇到很不错的恋爱对象 这个不错呢 也许跟外国人有关 也或者他就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人 或者是条件很不错 所以如果你很希望谈恋爱的话 这是值得把握的一个时段 而且重要的是 性生活挺活跃的 会让你沉寂已久 生命力终于爆发哦 2016年上半还有一个星象非常重要 那就是火星跟土星合相了 而且长达三个月 在三到五月期间 它合相在你的巴工 除了我刚刚讲的性生活的挑战之外 它其实也挑战了你金钱的部分 也就是你过去的投资是否能回收 也很可能在生意上都有一些投资啊 或者是你想要吸引别人看好你投资你 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 也让别人有相对的回收 这也关乎到你未来身价 能否真的水涨船高 所以三到五月 你会为此而拼尽全力 说真的也会端出很不错的作品 或者是收入其实也会挺高的 亦或是如果你做得不好 三到五月被批评的严重度也会很严重 所以要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才行 那么木星的幸运性还有在于你自己要主动争取表现 亦或是有任何可以上台亮相或者是阐述你想法的舞台都可以让你发光发热 以及你的恋人就是你的贵人也许他的一些思想啊能力啊都能够启敌你 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还有挑战或天降大任那就是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咖 也就是你要符合别人的期待 大家希望你做到的你都有尽力的做到 至于影视型的金牛座 除了悠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之外呢 事实上你应该也蛮有艺术天分的 或者是有犀利的观察能力 那我也会建议你在这个部分多多的发挥 然后成为别人蛮仰望的对象 就是你办得到的哦 那么在财运方面呢 我说过就是一举翻身或者是一举沉沦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相信你有翻身的机会 你做得很好自然身价就上升 在健康方面呢 基本上你有这个锻炼体态的机会 所以好好运动哦 相信你的身材会越来越好 而在工作方面你应该争取多亮相的空间 我相信这会发挥你运势上的最好能量 帮助你一举上位